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给逼到这个 那大家在围着这个车拍 那这样的效果正好达到 那个车的广告效果也达到了 没有 问题是人家都没看车了 就看这个车模了 对 车成了人的嫁衣裳 以至于到了哪种程度呢 一堆人 你想这个光天化 一堆人拿着相机 就从底下往上拍 就这么拍人家 我觉得可以告他们性骚扰吗 这样应该是可以告了 对不对 这种服务性机构 那都是很难发生 你甭说别的 你明星性骚扰还少吗 对 这倒也是 而且我就觉得 其实别先别说明星 我觉得什么叫做性骚扰 或者是你受到什么样的事 叫做性骚扰 我觉得从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应该教小孩 真的 因为现在很多那种什么老师 就说对那种未成年的孩子 进行的一些骚扰 小孩都不知道 可能骚扰了一圈人之后 最后才暴露这件事情 我觉得挺可怕的 你小时候老师有教过吗 老师也没教过 妈妈也没说过 她妈妈注意的比较早 对 但是我 我是六年级的时候碰到过一次性骚扰 是吗 那很刺激 我老觉得后面有个人在我旁边 一个男的穿的特别大的衣服 然后就那种军大衣一样的 因为我在这儿 他就上来是这样 然后妈妈在这边没发现去买票 是什么去了 我就站在那 我当时以为她要偷我的钱 后来我一摸 没有 然后她老在那是这样 我就觉得好奇怪的 我六年级的时候 还没长成了小孩 小孩 然后我妈看了就不对了 就感觉好像一回头看我 有一个人拿着军大衣 这么包着我一样的 因为小妈站在前面 我妈一下就把她推开 然后就把我拽走了 就是这样 然后她又觉得很尴尬 又不好意思跟我说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说 以后碰到这种人 离他们远一点 就是她这意思 爸爸妈妈应该早点告诉她 你比如说 现在有很多上小学的小女孩 甭说小男孩骚扰她 有些小女孩真的父母没说过 傻乎乎的 就说 我来看看你的小内裤 什么你把那小熊聊起来 给我们看看 这样 这小女孩 有些小女孩父母没见过 这一些小男孩穿着她 她傻乎乎 她就给他们看 就是这样的 这其实就是挺受伤害的 可能小孩还无所谓 有那种什么年纪大的那些人 因为我那时候在异校 还有还发生过一种什么事 就是我们同学 那个早上起来 出完成功之后 回来拿着漱口的东西就走 然后就一个树 树后面就突然窜出一个人 然后把她的衣服一挡 就那种露银狂 然后就很多这种人 所以就说 你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你自己 就做家长的也好 做老师的也好 没错 应该教你 我认识一女孩 她是近视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女孩碰见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 在广州 在大院里 他们家住的大院里 就对 来来走 他看一个男的 在冲他招手 你知道吧 他也好奇 但是他高度近视 他看不清楚 他一直走走走走 冲着那个男子 走到跟前才发现 那个男的一个冲着招一个手 冲着招手 有一个手在自卫 大街上 太饿了 你说 他就下官 我在中学里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你知道有女同学表演 他们这种唱歌跳舞表演 然后就有一个动作 就是他们把那个女的就举起来 他站在很高的 做一个这种想前进 什么动作 这样挂起来 结果就有个男生 就在下面 就在他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这个男生就喊了一句说 鼻涕流下来了 结果呢 就当时是工宣队 后来就把这个男的抓起来了 就就就叫起来了 叫起来了 我们都我们都不懂 什么也不知道 为什么讲呢 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呢 她感冒 她老流鼻涕 所以呢 他们就一直取笑她 说鼻涕流下来了 但是呢 这个工宣队呢 就觉得这个男生呢 是讲下流话 当时我们都不懂 他就他就哎呦 结果是省了很久 这个男的吧 真是不知道 这个小男孩 他说我就是 你说他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工宣队就说 不对 你这个是 怎么办法讲很久 我记得这个事情 就当时班里的 然后男生 大家都在到底什么意思 大家就传来传去 搞不明白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整个变得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气氛 你知道这是时代都不同了 现在的中学 我那天看见 不是所有中学 我那天看见一新闻 就说一女同学 就是班里的 现在中学生的男孩子啊 都会讲黄段子了 跟我似的 都会 就是议论女孩子的身材啊 哎呀 这个挺好看 不穿裙子更好看 就跟女同学说这个 然后女同学呢 跟班主任去讲 你知道班主任跟他说什么 班主任哈哈一笑 你这是个小孩子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老师也觉得 说说话嘛 这没什么嘛 就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固定的那种 规范也好 就是说什么样的度叫做性骚扰 什么样的度叫做不是性骚扰 就是这个度很难把握 是外来的 这概念是外来的 中国以前把这叫耍流氓 嗯对不对 你刚才那个车上那个典型 这个就叫耍流氓 清代就有个法律叫光棍罪 清律啊 有一个罪名叫光棍罪 光棍 光棍对不对 这个他不是说打光棍 就是说犯罪类的罪 名字就叫光棍罪 哦 就是因为你有有父之父 你不会他假定是这样 你仔细想语言都是能指所指 关系是任意的 比方说流氓 仔细讲起来流氓无产者 他本来是流来流去的意思 你在某种意义上 这个流动人口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叫流氓 就是特指这个意思 没错 那阿飞更加是耍流氓 耍流氓有时候我们也叫耍光棍 耍光棍嘛 就反正光棍一条嘛 这干什么都行嘛 就光棍罪 你看看这个像明星这种 你觉得他有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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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这 TWINS吗 这是TWINS的这个蜡像 怪不得不像 蜡像 后边那俩不是蜡像 后边那俩 怪不得那个女的不像 你看这是一个 这是刘亦菲 刘亦菲 这照片我觉得拍的还挺好 刘亦菲 你看这个是纳英 这是纳英 在舞台上被强暴 不是被强暴 被强行 强行拥抱 对不起 被强行拥抱 你知道这个像他说的行为 那个TWINS里边那个叫阿萨 阿萨还说呢 在一次广告宣传活动 他这想起来都恶心 你觉得挤呀挤呀挤呀 挤到最后他发现一个男的 把自己这个下体 顶在他手上 你说 太可怕了 咱们去广告 大家都反思一下自己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就说这个诉讼打官司 最近李银河又发生了 我觉得李银河也是一种风骨 上过你的节目是吧 对对对 上过我的节目 以至于有的 咱们的观众都接受了 说李银河奶奶的思想 就是性教育要趁早 不是出名要趁早 是吧 就是说 你知道有的搞那个淫秽网站的 网上搞那种淫秽网站 现在判刑了 判了个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然后李银河就出来认为 这个判刑量刑过重 他那套观点就是认为网上的这种淫秽撇 你是不是要法律禁止这么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还是应该禁止吧 那万一那种未成年的小孩上了之后 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 怎么可怕了 我觉得对他是一种误导 他们在德国美国 他们都是合法化的 有很多都是 我不是讲网站合法化 他们色情业是合法化的 也没见到德国的青少年就那么堕落 不是 他也不是 他应该也有一个年限的吧 应该是多 大概多大的孩子可以进去 对不对 中国的电影到现在还不分级 这个就是很多人提出来的 对 我上次那个碰到吴思远 他就说 他说电影不分级 就是代表什么意思 就代表要么 就我们所有的成年人 都只能看儿童片 大片只能拍到儿童的水准 对 要么我们的小孩都很早熟 很早就知道他们恋爱 这个强暴是怎么回事 你看电影不分级 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后果 现在电影已经慢慢的开始 在做这个过程 可能需要一个一段时间 这都没有 这都完全没有 是吧 你平常肯定有你们剧组 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有人讲黄段子 你笑吗 还是会厌恶 我觉得好玩的还是会笑 但是看他是什么状态跟你说 他如果就是 如果是当着所有的人面说 大家就无所谓 如果他转过头来 单独跟你一个人说 你就会觉得很难受 你知道吗 有这个分别 对 因为你说出来的话 大家都在这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了 因为他没有指向性的 如果你看我们三个人在这 你不对徐老师说 你只单对我说 你怎么怎么样 人家会觉得 我就觉得你会不上 我跟你举个例子 他们讲过一个实例 外国人开一句玩笑 他们说 女的跟男的讲话的时候 一半的脑子在跟你讲话 另外一半脑子 你就记住你的话 就将来留着可以用 他们说男的跟女的讲话的时候 一半的脑子在跟你讲话 另外一半脑子 就想着怎么上床 那么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但是他们说怎么情况下会构成性骚扰呢 如果你在饭桌上是泛泛的讲男人女人 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对着一个人 就是你对着某某人说 我在跟你说话 我的一半的脑子想着跟你上床 那这个女的就可以投诉他性骚扰 那我跟你探讨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那我跟你探讨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就是你就说男人的这个一半的脑子 就人心深似海 对吧 我发现一个现象 也可能是我格外好色 但是我问我周围的男人都是这样 就是说不是说不正经 而是好像人有某种生物 就是比如说你见到一个 比如年龄相仿的 或者就年龄合适的 或者一个什么的女孩子 尽管是谈多少正经的事 多多少少你会有万分之一 如果你够敏感的话 你会有万分之一的念头 那是人的动物性 闪过一下 就是他作为女人 或者作为一个性的对象 会有这种一个联想 女人见男人有没有 有没有会 就是闪过 我常常好奇 就比如一个女人 哪段正经事跟徐老师谈话 会不会掠过一丝 就是说择偶的这么一种 模糊的这种意识 我觉得不好说 可能因人而异 是吧 而且你得看 你就像俩动物 你看这森林里俩动物见面 其实他肯定要一公一公 他互相打量 这个差不多 这行不行 我觉得就在人类本能里 应该会有的 应该是吧 对 最起码有些 你会分出来不是说 像你说的那种择偶 或者你会觉得 这个人好像气场跟我还蛮搭的 有可能我们可能会成为朋友 可能会是这样的一种选择 这就对了 你说的是文雅了 那我在美国听过一个讲传媒课的教授 他的理论很极端 我不一定同意他 我只转出他的观点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 痴痴迷迷的是另外一个人为偶像 就是歌迷啊 或者是影迷啊 或什么 就是到所谓为偶像的地步 就是说如果他在上面演唱 他会在下面几个小时疯狂的 这么喊啊叫啊 或者收集他所有关 关于他的材料啊 就这种情况 他说在这种情况 在心理学上就等于 等于啊 如果没有任何道德的障碍的话 他会愿意跟他有关系 不管男女 就是他的这个妙论 我们大家都听的姑且听字了 夫且听字 对就是所以说 当然那些歌星是受不了的 这个这个这个 你甭说歌星 你关心关心歌女吧 不是你关心关心舞女吧 徐老师 我跟你说有些 比如说这个女的 我那天在杂志上看到 生活挺不容易 就在你们上海 嗯 什么舞女 白天在办公楼里 白领行政秘书 或者文文员 穿着这个套装什么的 但是一个礼拜有两天呢 他背的包啊 格外的大 嗯 这包里边装着 很多的 很多很多女人的小东西 这两天 他是下了班 在哪吃个晚饭 直奔了舞厅了 他在舞厅 跳那个disco 那种领舞 躲着同事啊 你知道吗 那有什么 跳disco领舞也不是一个 见不得人的事情 还要下来喝酒 还这这些小姐 你知道吗 也不叫她是舞女 对良家妇女啊 就是但是要陪客人喝酒嘛 好喝酒呢 他就得能喝 你知道吗 喝了之后 他觉得自己不行了 他就说我离开一下 就到后边去吐 吐完了之后回来 接着再喝 说他练就的酒量是一瓶黑方半瓶支花式 就这样 就整天这么喝 他说有一次客人 你有时候你看你在这种场合工作 那你说这算不算性丧 客人故意的趁他不备 给他喝的是纯的 没有对过的酒 咣咣咣咣咣咣 他就家喝下去 喝醉了 马上他吐了不行了 不行了之后 这客人一直埋伏着等他 知道把他灌醉了 知道他要下班 知道他 他一下班 一打上低时 那客人蹭就窜出来了 我送你回家 他当时在后座上 晕晕呼呼 晕晕呼呼 要是上海女孩还是机灵 你知道吗 这听客人 呜呜呜呜呜呜 我听见客人说送你去一个不是他家的地方 他当时 一下就醒了 一碰见一红灯 他把左边门打开灯就跑了 你说这种女孩子 我觉得也不容易 这也超出性骚扰的范围了 这根本就是个未随强暴案 对不对 差不多是一个未随的性侵犯案 对不对 你接下来的故事你都想象他说 假如他不知道的话 他糊涂糊涂 跟了男的去的地方 男的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法律 所以不是前不久 那个那个那个谁不是那个演员 不是报录像带的 他不是有有有有一个有一个信吗 他说他有很多信 我在网上看到的 他们说现在这个其实是有有法律问题的 他那个信上面写的就是说 某某人强暴为谁 然后愿意什么保证支持我的什么演艺事业 永远支持什么什么 结果人家读法律的人一看就说 开玩笑啊 强暴为谁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 那是那是 这个男的要是牵下自来的话 那是要坐牢的 强奸是可以可以无期徒刑的 强暴就是强奸的意思吗 在法律上就这个意思 而且呢 那女的呢也不能私了的 这是公共罪啊 这是对社会犯罪 他不能说 你比比方说有人跑到你家里 对你开一枪没打中 你就说你你谋杀未遂 然后你每年给我一百万 你不可以这样做的 对不对 所以男人要警惕啊 不管在压力之下 要牵什么也不能牵这个 强暴为谁 强暴为谁 咱们就说这个黄段子哈 我觉得真有意思 就是他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理解 一方面 他有些时候构成了性骚扰 另一方面呢 就说是传递色情 可是你知道他还有很多功能了 你你比方说 呃呃 有的老板 有的老总 或者是有的领导 他和他的下属之间 这是一种他交流 他他他他他发黄段子 嗯 那你说这跟色情有什么关系 这是感情 嗯 他跟你交流感情 但是你比如说 因为你们上下集 他跟你谈工作 显得大家太关心 他给你发个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那多闷 对啊距离太远 说说你你都都都能好好工作 那这就距离远了 发黄段子呢 大家 轻松 不还有黄段子是一个通俗的叫法 其实呢 里边的内容层次啊 可以差很远的 嗯 我告诉你董桥就写过一个黄段子 写的很好 说什么呢 他说一做官的 做官的忙啊 老婆啊 在家里啊 就憔悴黄脸 嗯 后来那老婆呢 就找医生了 医生一看 你这病好痴 找了两个猛男 没过两礼拜 那女的心嫩活泼 那当官的回来一看 这老婆怎么这么漂亮了 拉着就上床啊 只听上咯咯咯咯声音响有两个人 两个什么东西啊 从床上滚下去了 那个那个做官的就问老婆了 说什么东西啊 那老婆说别理他 药渣来的 哈哈哈哈 这他这不是他创作的 这不是早就有了 他是改版了 对啊 过去讲的是皇宫里 说皇后病了啊 说医生开出药方来说壮汉八条 然后等皇后回来之后 看见这门口八个要炸 哈哈哈哈 明白明白 这他意思其实也跟色情有关 但是因为他讲的含蓄 所以我们谁也不会说董乔 讲黄段子对不对 嗯 他的名称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给你讲 徐老师我给你提供考证 我最近发现林语堂研究过黄段子 就是 林语堂怎么研究黄段子呢 林语堂发现他研究幽默 他发现为什么幽默一搞不好 就搞到猥亵 对对对 为什么这两个很有关系呢 分寸的 因为幽默呀 他说是一种什么呢 紧张预期的紧张 突然得到放松 对 比如说他讲了一个笑话 他就分析嘛 好比说一穷人跟一个富人借了钱 然后这个富人呢 转回头发现这穷人在吃鲍鱼 就质问他说你你你借我钱 你没钱了 你为什么还能吃鲍鱼 对啊 然后这个你看到这个时候 我们预期的为这个穷人的回答紧张 结果这个穷人说了一个什么呢 我没钱的时候不能吃鲍鱼 有钱了也不能吃鲍鱼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能吃鲍鱼 他就说你看你你放松 他就用这个理论说 因为你在讲讲笑的时候 轻松的时候 往往一讲到性 这个东西大家气氛轻松了 你看很多 我跟你说据我所知 有些领导领导人 不不不不是中央的 反正有些大领导 这是他的一种一种很高明的一种 待人处事的艺术 比如说饭桌上跟你讲讲正经的 带点暗示 看着大家神色有点紧张 他可能讲一黄段子 哗一下 大家觉得跟领导在一起 没有距离感了 好轻松 当然这不是像外大众广播 他就在这么个小范围 所以你看李宇棠就说的 符合你刚才讲的 因为猥亵之谈 有放松意志之作用 在相当环境下 这种猥亵之谈是好的 是有益于精神健康的 据我的经验 大学教授老成学者聚手谈心 未有不谈及性的经验的 是吗 对 对对对对 而且写的好的像钱松书啊 董桥啊陶杰 他们他们都是 而且他们呢 怎么制造这个紧张状态 他就是用一个很陌生的环境 就是学术的东西 用一个学术的东西 然后蹦出一个性的东西 比方说他说人诗字了 不懂欣赏文学 怎么呢 就像宫里的太监 这虽有机会却无能力 你看他说这个话 单全就紧张了 人家就小小姑娘就没法说话了 你知道吗 我们算行骚扰吗 刚才我们讲的 算构成行骚扰吗 这还好吧 不是 没有不是是吗 没有 如果特别不好 他能加油就好了 哈哈哈